顾伦端敏公主是顺着皇帝的养女,她是顺着皇帝堂兄捡亲王嫉妒的次女,生母为福晋蒙古科尔信博尔纪吉特氏,在顾伦端敏公主出生之前,嫉妒已经有了两个女儿,但端敏却是她嫡出的第一个子女,出生后不久,就被选中为皇帝养女,除了父亲的地位之外,还有另一层缘故。 那就是公主的生母,捡亲王的嫡妇妓,是孝慧张皇后一母同胞的亲姐姐,也就是孝庄太后的亲侄孙女。 由于这层亲密的关系,使得顾伦端敏公主会被带入宫中,成为皇后名下的养女。 如此安排,也算是孝庄太后和顺治皇帝,给予无宠无子的孝慧张皇后的一点安慰。 就这样,端敏这个亲王府的格格,成为了皇帝的养女,若宫后的端敏,一直跟随在养母兼姨母的皇后身边,相近的血缘,使他们有着比别人更加亲密的感情。 而孝慧张皇后,对这个唯一的女儿,也是爱宠有加。 即便没有皇帝的垂青,孝慧张终究还是中宫皇后,这份尊容同样地影响着年幼的端敏。 公主父母全都出身高贵,不论是生母还是养母,又都是嫡妻正事。 有了这样高贵的身份地位,让端敏公主得到了宫中上下的追捧,谁都不敢得罪这个小公主,更是要把她放在手心离宠。 正是因为如此,端敏公主渐渐被宠成了嚣张跋扈的性子,与许多人都相处不好,这其中便包括了她名义上的弟弟玄艳,也就是后来的康熙帝。 顺治十六年十一月,科尔亲王宫进京必见,一心维系满猛联姻关系的孝庄太后,便在这时,将年仅七岁的和朔端敏公主、徐沛,及满珠席里同样年幼的长孙班帝。 康熙帝对这个姐姐讨厌得很明显,在她十七岁1670年出嫁的时候,并未给她像莲姻公主那样安排护卫长时,可见,康熙帝是真的很讨厌这个姐姐。 后来康熙帝还对外宁说,端敏公主性情乖让暴力,全然不顾他人感受,他跟所有人都不合。 这是不是康熙对这位姐姐最嫌弃的抨击呢?